今天很高兴向大家介绍中南国际2022年可持续反展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分享了我们在社会、环境和公司治理等议题上取得的进展 我们的可持续反展战略可以概括为满足未来所需 而上述的这些议题正是这个战略的核心地位 我们在以负责任的方式满足世界粮食需求的同时 始终坚持推动向可持续农业转型 我们多次获得具有突破意义的可持续发展贷款 提高公司供应链中的规范标准和同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也大大增强了我们业务的任性 当然我们也深知为实现这些目标 未来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的几项工作包括防止森林砍伐和植被破坏 尊重人权和保护气候等 这也是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内容 开展合作对于创造价值和应对共同的挑战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正在与行业伙伴一起推动消除与农业相关的森林砍伐问题 为了进一步改善公司对环境的影响 我们启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企业战略 我们正在撤算完整的温室气体排放碳足迹 分析气候变化对业务的潜在影响 安全生产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位 2022年我们实现了针对员工的安全生产目标 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 具有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工作环境 在很多国家业务所在的社区 我们援助项目汇集49,000人 我们支持农民向可持续农业转型 同时改善他们的生计 我们帮助妇女和年轻人培训生产技能 也在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 展望未来 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在气候行动方面的工作 以及促进全球粮食安全方面的努力 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我们就可以打造一个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我们的地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